各位听友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由小剧给您带来的长篇世情小说 金平梅 这里有雅 有俗 有您知道的 亦有您不知的人间百态 难关 爱 如您未满十八周岁 请自觉力 欢迎各位听友的收听 金平梅 爱了 各位听友 大家好 我们继续书接前文 上回书我们说到 吴月娘等异形小娘子们 从这应伯爵家是返回到家中 来到家里之后 跟西门庆好顿夸 说你看看人家那个热情 那个热忱 虽然说家里不大 但是为我们那也是铺张浪费 好顿的忙活 临走时候 这应二哥还过来 给我们这些女人们给磕了个头 是谢了又谢啊 让我们一定把这话给你呢 传道 说感谢你的如此厚礼 那西门庆啊 听完这个之后 他的观点 重点永远在女人身上 在谁身上呢 就想起了这春花 啊 他说这春花啊 那奴才是吧 那都成精了 也怎么还打扮出来来见人来了 月娘说 怎么的呀 人家是没鼻子 是没眼呢 还是没啥呀 啊 是个鬼咋的 怎么就不能出来见人啊 西门庆说 倒是人 但那奴才 咱说扔没堆里 你都看不出来 是个人嘛 所以说 那你说是啥人 没人对吧 这月娘说 我就瞧不上你那个破嘴 啊 你家媳妇是好的 人家家媳妇就啥也不是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咱说那王精呢 在旁边也是站立着说道啊 这帮枪大驱马 说啥啊 说呀 这硬二爹啊 这个看这家里边种娘们啊 都去了之后啊 也是打头里 一直都不敢出来 躲在下边房里 啊 扒开这窗缝呢 在这窗缝里偷偷看 众位这个家里边的娘们啊 这个悄悄在窗缝里偷窥 那结果呢 这个让我给碰着了 那结果碰着之后嘛 我说您 你看您老人家如何不知廉耻呢 咱们还搞这个偷窥的事情呢 结果这硬伯爵啊 在后边好顿追着啊 大小的 这西门庆呢 听到这啊 这乐完了 笑的眼睛都没个缝呢 说你看看 你看看这贼花子 等赶明他来的时候呢 我得好好的羞辱羞辱他 那王精这边呢 也笑着说 那这个小的知道 是吧 这个我就是为特意把这事跟您说的嘛 让您好趣啊 这羞辱他一番 那结果这岳娘呢 听到这也是喝到 说你这小丝啊 你别在这胡说 他什么时候可能偷瞄我们了 啊 你平白无故的 你在这说这些啊 这个嚼人家嘴的这些话 这就不合适 这一整天 我都没看着他个影 只是临走的时候呢 他才过来给我们磕头嘛 那再说王精嘛 你看这岳娘这么说 你也不敢跟人家讲啊 但我们相信王精说的肯定是真的嘛 硬伯爵肯定是尿签的 啪一地方去偷窥了嘛 这是一定的啊 那王精一看 这没法降吧 站一会儿转身就出去了 那咱说这岳娘呢 一看也起身过来这边 就拜了这大镜子 以及这三个师父 这大姐呢 与这玉霄等众丫头呢 小媳妇们也都过来来磕头 哎 这吴岳娘抬头一看 不对啊 这深二节哪去了 那咱说这众人一看 就问到这话茬了吗 这矛盾要出来了吗 火要捅要炸了吗 也都不知声 那这玉霄后来一看 说这丫头嘛 都不知声 我得说呀 说深二姐回家去了 岳娘说 她怎么这么放肆啊 还不等我回来 自己就走了 这太没规矩了 结果大进的一看嘛 说这时代瞒不住了 就把这春梅啊 如何骂她这事 完完整整的 从头到尾 是说了一遍 那岳娘听完之后呢 那当然有几分火嘛 于是就说呀 说她不唱就不唱呗 啊 干什么 这么毛病 这么事呢 啊 你说这个平白无故 你妈她干什么呀 说你看看 这家里 现在这个主子 不像个主子样 这奴才呢 也没个规矩 成什么道理吗 于是呢 因为潘金莲这个时候啊 也在房里 那转眼呢 就过去瞧这潘金莲 说你啊 你这房里的丫头 好歹你也管一管 你别太过分了 这丫头这个处理事的方式嘛 有点太过了 那潘金莲呢 咱说宰这一旁啊 也是笑喝喝的 在那说道 说这怎么了 也没见过这么嘚瑟的 咱说了 这风不摇是树不动 你走千家门万家户的 有人在家 是吧 你就无非只是唱个曲儿嘛 对吧 人家请你来 让你来唱歌 也是不失了和气 你说你这还拿枪做事的 你咋就装什么大尾巴了 喊你唱 你不唱 不骂他 骂谁呀 不骂他骂鬼吗 我这肯定要骂他嘛 换我我也骂呀 这潘金莲就是这么个人嘛 咱说一呢 他觉得这种事 他在里 二呢 他也护犊子嘛 这春梅他是要护着的 那月娘听到这话之后啊 又跟他说 说你啊 你倒 这个 好好说话 我以为你是个奖励人 你看你怎么也这么说话 都像你这样 那你这个好人坏人都骂了 到时候就没规矩嘛 这事是不行的 所以说这个事呢 无论如何 你是得去管一管的 就是说春梅 骂了这深二姐的事啊 你必须去给他说到说到 要不然以后 就家里边的后院嘛 这事他没法管 我们说吴月娘这话啊 说的真的叫没毛病 对吧 怎么讲呢 说这实际上我们说没规矩是不成的 有时候我们经常讲 哎呀 这个规矩啊 这个比较束缚人 但是我们说 你要不入不束缚 又奈如何呢 你难道能真的不束缚吗 就像我们现在经常有人听到人说啊 什么哎呀 打人 打人就是错的 打人就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说啊 任何事你不要忘了 他有前提的嘛 打人你也得分啥事打的啊 那我们说 如果说真的啊 你爹让人给推了 你儿子让人给碰了 你媳妇让人给摸了 你不打的吗 啊 是真的 因为这种事 你说你通过法律途径啊 你就法律 可能人家都不够判的嘛 对吧 你真就碰一流氓 可能就 人家就不够判的 对吧 这种事 你就没处去处理嘛 那所以说有些问题 那当然我们也说 无论任何原因 你随便去打人呢 都不对 那是这是国家的方式吗 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你不制定这个法规 不规定 说不让随便打人 你又能怎么办呢 一刀切 虽然不是说是一个好政策 但是一刀切 往往 它也能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比如说对国家 对一个大家庭来说 这样的规矩就必然要有 否则呢 那就叫全乱了 因为有人呢 可能会钻其中的空子嘛 如果说你敢规定 说打人分情况 不犯法 那你放心 保准有人钻着空子呢 除去去打人才 而且呢 你判不了他 所以说对于打人这件事呢 你就必须一刀切 就像我们讲 说最坏的制度 其实也比没有制度 要来的好 所以说站在吴月娘的立场上啊 他这样的处理 完全是正确的 得当的 而且我们说 也是体面的 说的呢 并没撕破脸 只是告诉他 你回去去说说他嘛 又没让你真去打他 那潘金莲 这小脾气上来就说 说难不成 你还让我为了这淫妇 打我那丫头几棍子 结果月娘一听这话嘛 就来气了 气的那也是满脸痛红 憋着说 说你啊 你就 你就惯着他吧 改名 我跟你讲啊 早晚把这亲戚礼道的 街坊四邻的 全都让他 得骂遍了 他呢 这个 到时候就为非作呆起来 我跟你说 你就管不住 于是呢 这吴月娘气的 也是起了身 就走到这西门庆这边来了 那他说西门庆嘛 这 察言观色 一瞅着吴月娘 火了 哎 怎么还来脾气了 这脸色还不对 就问他 说怎么了 那月娘说 说你家现在整的这个规矩啊 真的是一点都没有 咋 于是呢 就把这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讲了一番 如何是把这十二姐呢 给骂了出去 那西门庆这边呢 也是笑道 说这 谁让他 给唱曲 他补唱了 说这事嘛 这个也不要紧 啊 这不是啥多大事啊 到明日呢 就又使这小司啊 这个 说说 咱去呢 给他送个一两银子 几千银子 就完事了嘛 也是这个补服他一下 对吧 哎 他也就不调理了 这算多大事嘛 别调这毛病 那玉霄这边说啊 说正好 这十二姐呢 盒子是还在这儿呢 对吧 这十二姐的盒子 还在这里啊 这个也没拿去 那月娘呢 这一看啊 这个一瞅 这西门庆 说我是让你帮着 说说的吗 你怎么还在这儿笑 我本来先让你去呵斥他两句 你说你还好意思 甜个脸在这儿 撕个嘴儿给这儿笑啊 我都不知道你笑的什么玩意 咱说这梦玉露和李娇儿 看到吴月娘是真火了啊 于是呢 也就都先都返回房中 那我们常说什么叫趋利避祸 那我们说梦玉露和李娇儿的方式呢 其实就是趋利避祸吧 你一看风头不对 那你就少谗和 那当然啊 这是我个人理解的 所谓叫做好人的一种姿态 或者说好人的一种态度吧 我们看到实际上 你如果这事换成小潘 他会怎么做啊 这潘金莲在这种时候 一定要煽风点火的嘛 见到别人有矛盾 他要把这矛盾的裂痕呢 越裂越大 越撕越大 这属于他的风格啊 当然我们说这种情况呢 其实你也很容易叫引火自焚啊 那西门庆这边呢 也是只顾吃酒 再说这过了挺长时间呢 这月娘也是进到这房里了 把头上的这些什么头饰啊 头面啊全都摘了下来 就问这玉霄 说这箱子上 这四包银子是哪来的 西门庆看了眼 说这个是京都间啊 送过来这二百两银子 要求我呢 送给这宋巡安啊 这个图自己这个 升迁吧 能升官 那玉霄说 说头里姐夫送进来 我就忘跟月娘说了 是吧 这月娘说啊 这个 是人家的 那你还是赶紧啊 收到柜子里去 被个外边放着 啊 这毛毛毛毛毛的 不知道行 那我这边 私吞小金库 整出二百两银子呢 赶紧收好 那玉霄呢 也是一面就安放到了这个橱柜当中 潘金莲呢 在那边屋里啊 是只顾坐着 就一心要等着西门庆这天晚上呢 跟他走 那我们讲了 这天晚上啥日子呢 二十九嘛 二十九这个日子 是他算好的 他吃了薛姑子这个服药呢 就要跟大官人好顿的云语 要准备 啊 关门造小人嘛 那咱说图这人子日呢 是好生孩子 这一看西门庆也不动嘛 走过来 就进到月娘的这房里呢 进来先梁子跟他说 你不往前面去啊 我这等不等你啊 这个不行 那我就先过去了 新门庆说 我儿啊 你先走一步 我这边喝点酒呢 等会儿 我就过去 那咱说潘金莲呢 听了这话之后 就满心欢喜嘛 于是呢 自己就返回房中 啊 也是什么熏香造聘 等着大官人 这个我们先不提 那单说这边月娘 听了这话之后 混了 说我偏不要你去 我还和你说了啊 说你两个现在怎么就穿一条裤子 还是怎么的啊 你说巴巴的 这朗朗乾坤 怎么就跑我屋来拽人来了 我们哪个不是媳妇啊 啊 你说这有没廉耻的这个货 是吧 别人都不是老婆吗 宰我房里就不行啊 怎么跑我房里来 往他房间里拽 你这不是明强吗 他哪有你这样的 对吧 那于是呢 这吴月娘这边啊 就心里边 就是火大了 就看着西门庆的 也跟他继续讲啊 说这个没廉耻的货啊 我跟你说啊 你呢 作为家里边这个男主人 你必须一视同仁 我跟你说 都是你老婆 你别显出来这个 辣了那个 你不能这样 对吧 你看看 自打你从东京回来 你回来 你就上潘金莲那前面去了 别人房里 你连进都没进过 你让人别人咋想 你说你让别的这些媳妇 怎么去琢磨这事吧 我跟你说 你是冷灶呢 你也得烧一把 热灶呢 你再烧一把 这样才好 你疯了别人的口实嘛 你要这么搞下去 我跟你讲 你家里你就乱了 今天这孟三姐呢 是在这应二嫂那 这个一天啊 都没吃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是怎么的 这个肚子里啊 还是心里边什么心口啊 进了这个冷气 就说这心口恶心 这个难受心口疼 来到家中呢 这应二嫂是递了他两盅酒 最后呢 都吐了 你还不赶紧往他屋里去瞧瞧他家 啊 有你这么当老公的吗 虽然说你媳妇多吧 你也得懂得我们东北哲学家说的 那叫雨露君瞻嘛 对吧 你得挨个你得伺候到嘛 那咱说西门庆听了这话嘛 马上说道 说真的假的呀 那于是呢 也是连忙吩咐 把这些东西啊 啥子就撤掉 说这这这那我就不吃酒了 于是呢 静止的就奔这梦浴楼的房中走去 进来之后呢 只见这妇人已经是把衣裳给脱了 啊 这什么头上的首饰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也都摘掉了 整个人呢 也是歪着就倒伏在了这炕上 正在那呕吐呢 哇哇的在那吐 也不知道心里怎么恶心啊 怎么难受的 这西门庆呢 一看他在屋里啊 又疼又难受的 也是这个声音不止嘛 连忙就问他 说我的儿啊 你这个心里边心口怎么个难受啊 你快说出来跟哥哥我讲讲嘛 我帮你分担分担啊 这个有啥事明天我给你找一大夫来看看好不好啊 那这妇人呢 咱说也一生被言语 是只顾呢 在这呕吐 那咱说这西门庆一看 哎呀 乖媳妇 你可别这样啊 于是上前呢 一把就把这梦浴楼搂住了 搂住之后呢 这个也是坐定嘛 俩人这个只顾伸手啊 在这个梦浴楼身前呢 这个好蹲啊 这个揉搓 就问他 说我这心肝啊 啊 你这怎么样了 你这心口哪疼啊 你告诉我嘛 结果呢 孟浴楼说啥啊 说我这心口也不知道哪疼 反正就是不舒服 你问我干什么呀 你呀 就忙你的那营生去就完了 是吧 你那有什么这个小潘嘛 啊 你喜欢他 你就上他人去忙你的 我死活 你别来管 西门庆说 我呀 我真不知道 刚才要不是这大房吴月娘跟我说呀 我是才晓得 结果孟浴楼说 说那你都不晓得 你不晓得就不晓得呗 你还知道我们是你老婆呀 你就疼你那心爱的宝贝去得了 我们呢 都死不死的和你都没有关系 你就别让人呆下去 你也别来烦我啊 我这边我也不待见你 我这心口啊疼 你让我好好休息休息 那咱说呢 这西门庆啊 哪管你那头 于是呢 搂着脖子 就把这 啊 孟浴楼搂到怀里 然后呢 上前是亲了个嘴 亲完嘴之后呢 还说到 是你看 你个小破妇啊 你就知道你吸了我 我们说看到这啊 小巨是惊呆了 因为我们不要忘了 孟浴楼之前是连偶带吐的 做了很久嘛 吐了很半天啊 那我们也得扶大观人 啊 真的很奇葩 是吧 好歹你懂得竖下口 行不行 你孟浴楼刚吐完吗 你西门庆怎么就口对口的 开支在这接着 又亲啊 又啥的 人家刚吐完吗 但是好在啊 他这个还没有进行什么 法 法式的诗文 是吧 法式的深吻 这些呢 还没进行啊 但是我们得看到 大观人的这个情趣 确实在床上 他也豁得出去 敢玩 玩得开 那于是呢 这边也是叫这兰香嘛 说你啊 啊 这个去弄一些 这个上好的 这个苦咽茶来 泡过来呢 给你娘来吃 那兰香呢 说这个这边啊 茶我都泡好了 有茶在这吃 伺候着 于是呢 一面是捧茶上来 西门庆呢 拿手端着这茶 也是捧在口中啊 捧在这手中 就这个准备喂服嘛 那咱说 这孟浴楼啊 又不解风情 说啥呢 说 这个拿来 啊 我自己吃就行 你真以为你是什么香饱饱啊 谁吸的整你啊 也不知道你今天是怎么的 太阳打西边处理 你非要跑我这来嘚瑟 你别真以为我稀罕你啊 奶屋稀罕你 你就到奶屋去待着就行 便来我这待着啊 这吴月娘也是的 平白屋说这些事干嘛 啊 还惹你到我这来 我这好烦心啊 你赶紧你出去 你别人来烦我 要不然潘金莲 在上我这把你抓走 我哪好意思啊 好像我跟他争男人似的 那究竟西门庆这天晚上 是留到梦雨楼这儿 还是去了小潘子呢 咱们下回再说 谢谢大家